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來到今晚最後一節的一級賽馬方程式 今集都是我先走 讓你先走 我先走,希望不要什麼了 我的推介來自第五場,三萬千二米 其實這堆馬上一場很多都對過,或者在季內都對過 特別是說航天勇將和有享有賞 在我心目中我覺得航天勇將的成就會比有享有賞好 因為過往這隻馬健康不穩 頭兩季跑了六次 今季的操練和出賽頻率是相當正常的 上一場你看他怎樣輸 好,看看這段影片 真是看多十次都想打爛電視機 航天勇將在這裏 有享有享在這裏 阿凡大在這裏 萬事成在這裏 這場呢 頭兩段比標準時間慢了七線 他這隻航天勇將是首位的閉路位 看下入到直路怎樣 他想移入這隻有享有享的內側 那就移不了了 我經常都覺得你這隻馬超的就不需要省的 你出去蝕都可以 移出一格 又被阿凡大頂住 頂頂一下 外面又有隻馬塞過來 萬事成那些保鞭有形 基本上他是沒有機會網空的 最後跑第五名 我覺得真是很不抵的 輸得 亦都是 基本上就沒甚麼位置讓他騎過 是 好 可以回來 你看看他今季贏馬那場是贏的中華一號 當時是受讓的中華一號七磅 你這場再對中華一號受讓十四磅 其實一來一回之下 我覺得航天勇將 你是擔心那十一檔而已 但是你又看回 我覺得這些馬用了莫雷拉 是欠贏欠得出執 你再看回這場有甚麼馬實際會快 我數來數去 喜德龍 有響有上 金剛壽 接著第四隻已經輪到他 他不是獨孤一美放的 他十一檔 如果他快 留到在二碟的三四位位置 我覺得他這場是可以保重的 始終換了莫雷拉 戰鬥力方面提升了很多 還有莫雷拉 他在檔位處理方面 外檔 他切入功夫特別好 又要先讚一讚當年偉達 當年偉達十一檔十二檔 他永遠都剪到他三四位 即是這些功夫 他可能硬攻方面未必一流 但他切入功夫就相當一流 你守到好位已經叫虎了 當然莫雷拉就更加全面了 你硬鬥的又可以 接著你要切入的 他也是相當 拿位拿得很準的 你見今次再對一隻有香有賞 航天勇將要選擇 有香有賞都要選擇 今次還要執拾一檔 這隻馬其實是有進步的 當然大家留意上一次我們 這對馬出場的時候 我都有講過 他們兩隻馬跑一千米那場很有趣的 有香有賞就入面外閃 即是航天勇將外閃 有一個大交叉地走 這隻有香有賞 今季進步 贏馬那場一檔 你見他步速比較慢一點 就贏了指揮官及及時行樂的馬 上一場剛才看片大家都看到 比表演時間慢了五線多 不是七線 剛才說錯了 你輸給阿凡達 那場已經是一百分水準才能贏得到你 這次再排一檔 剛才上一節都講過 近兩季二十六隻馬跑完頭兩名 再出跑谷草千二米排一檔 就是二十四隻有獎金 這隻又是這個pattern 今次這隻馬我自己會再跟到一局 再選就是一號的中華一號 今季曾經試過跑第二名 再出就立即保重 贏就贏的庫萬家 好像不是很聰明 你看上一場 他跑谷草的日賽千二米又如何跑 他一去片 這場潘明輝騎的減榜 你看他這裏貼欄省了位 前面有隻指揮官 勁非勁在外諜那裏 他入到直路 這裏一路就沒甚麼位 前面有隻正視理 這裏慢慢移出來 其實是有位了 那慢慢去招呼 可能又迫一點點 有些馬夾一夾他 這裏有少許迫 騎下去 不知為何 我覺得潘明輝打下去 是吃不到這隻馬那裏 難道真的大師傅好些 我想大師傅這隻馬會好些 那你再看爺馬的是白露飛翔 還有黃家美力跑第二 第三名是勁非勁的 那這隻中華一號 這個第四名我覺得輸得有少許是 騎士吃下去的力未必吃得到 好 可以回來了 這次換了羅利亞騎鞋方面 眼睛又會騎高多少 是的 所以這次 雖然你說剛才對航天用將 這次的受讓榜再多了 養隻航天用將再養得多了 但是這隻馬有實力 在四班是夠用的 這些馬我自己都會拖回來的 羅利亞都是贏馬拍檔 他贏那場軍炮再出都會贏 所以其實都是高水準賽事 再選擇十二號金剛獸 今季初出那場輸的 剛才說過的葵聰老友 好像輸得很不值得 看回那條片 這隻就是金剛獸 旁邊有什麼泡泡達人 還有高山威龍 這場是一千米 這場不是剛才我說的 輸給葵聰老友那場 是輸給泡泡達人那場 他真的不太幸運 用偉達 大家覺得偉達好像一般 但是那場 偉達的發揮是一絕這麼漂亮的 一步都沒有跑錯 輸給泡泡達人 那隻就偷偷埋埋 因為開來夜賽 在沙圈踢傷了腳 退出了 變成了他有多點時間的休息 跑一千米 輸得很不值得 這場很可以回來 上一場其實他跟葵聰老友一樣 上四班跑 想著 那隻馬都不夠班 41分還要跑10檔 用黃浩南 他是這樣的 莫雷拉偉達 黃浩南打算減幫這些馬 好像幫不了 他又跑得鬼火不靈 看回他那場怎麼跑 這場跑有十檔 這隻紅眼罩金剛獸 前面有一隻常山奇寶 看回這裡 其實他一步都沒有跑錯 後面有一些萬事恩 指揮官那些馬 還有一隻玩得好 這裡還有一隻萬利高 但是徐宇石這些中心的坡士馬 他自己保持狀態 他做得很好 因為徐宇石每季都總有幾隻馬 33442233 可以連續維持十幾場 上年那些天狼星也是這樣 長期近 接著有形勢就下載了這一場 那你這隻馬 其實現在這個評分 原來我上一場都低估了它 是厲害的 那你這次的檔位再好一點 剛才數過 你說真的有甚麼馬快 喜賽 他 喜德龍 又響又想航天勇將 那你排六檔 我覺得他跟前 在二碟的位置 他是守得到的 所以這次我自己都會要回他了 可以回來 這場四隻馬分析過了 看看我這場的推介是甚麼 好 如果信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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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我也是喜歡短途,長途也喜歡每樣搭一場 這個節目一開始之前都分析過,到1650馬鈴馬就很追 不一定要選擇放頭馬,所以我就選了第七場三班1650米做我第二場的推介 我選擇的馬匹大部分都不是放頭走的,都要追一追 我覺得在這次的跑道形勢之下應該有機會 馬膽方面,先選10號招多福 相信大家也會眾矢之的 不過這次就排了11檔,比較難跑 不過他本身不是一出閘就要剪掉那些馬 始終都是留後支一段 一起步就倒後 其實跟入籍路只要鬥沖,排甚麼檔位就沒甚麼問題 或者我們先看一看片,看看他上一場的表現 好,留意一下招多福是這隻 再留意這隻粉紅眼就是愛美麗 其實這隻招多福早段都是二碟的位置 跑到這裏,淨愛美麗開始移動,令到他移出三碟 一路的制御就差了,好,看看這條片 他本身也是一隻發活谷的專家 近五場發活谷他最差都是跑第四 今季一出就已經在這個路程贏馬了 提一下敗仗進彩,再出都是贏的 證明他在三班真的有一定份量 不如大家數一下他的轉彎大幾碟 現在在這裏 轉彎,這裏有些甚麼 奇珍、威利大大、雄運精彩、瑞德福、平天下 然後你看看他的轉彎大幾碟 哇,數一下這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碟 不過旁邊還有一隻心無事成更愛過他 一來是攝毀,二來你看看他 他就算望空之後,他都要拿一個平衡 是,這裏能夠平衡 是,這裏才能夠平衡 如果你拿回同場那隻雄運來做 雄運精彩,沒錯 再拿一隻細筆跑,貼懶 是,因為他們一入直路三百米左右 他們已經復動了,衝動了 他反而要擺正堂太,用多一點時間才復動了 即是先機上就已經失去了 我們就拿那些馬來做index 給一比較,究竟他們沒斷衝勢是怎樣 因為這場其實大家都會再對壘 他沒斷衝上來,追勢是那場最好的 如果你用速度來比較 即是那場衝中點時的速度 是全部馬之貫來的 理論上,如果不是剛才楊俊興這樣說 他出面洩位,根本就不會撐那一兩步就輸 其實你再看這裏 跑多兩步都過了 是的,真的跑多兩步就過了 好,可以回來 始終跑馬的世界就是這樣 一個馬位是0.16秒 四分之一馬位是0.04秒 剛才出彎,阻礙一阻礙 我們眨一眨眼,對一隻馬來講 可能已經是半個馬威的差距 是的,有實力就不容懷疑 這隻馬,以及性格又忠心 看看11檔,會不會令這隻馬 分幾元給大家 應該問一些,多幾元就問一些 是的,都不要去到一點幾倍 這些馬是可靠的 所以這場雖然有點亂局 但是做膽,找他我覺得都是合適的 次選方面,找一隻今季當打的馬 這隻馬亦是越跑越進步 即是名次上,都是越跑越好 就是這四號馬的慣勝共贏 這隻馬今季跑了兩次這個路程 一次就輸了頸,跑到第二 剛剛那場,再跑回這個路程 五分氣,那就保重了 我們可以看一看片 大陽無面酷就是慣勝共贏 裡面有一隻曲軟風河 然後外面有一隻劍烈風 大外當是雄韻發財 後面是神威奧場和美麗寶寶 然後後面還有小米洲 這場他排九檔 我們明天會跑,排十檔 基本上檔位方面沒有大分別 都是原裝配搭何澤堯,即是配搭 那聶馬斯、羅富泉是這個快活谷 即是今季勝出率最高的聶馬斯 還有他打王牌上陣了 你看今季這個馬房打王牌的馬 暫時39隻 13場頭馬,3個亞軍,4個貴軍 都是過一半上名的 看看他上場怎樣贏 他入直路也是守著好位的 一望空之後 放頭的馬已經散了 他要做的工作就是 頂住後面那群馬的衝刺 他本身騎下去 這隻馬的韌力相當好 他不是純粹靠放頭一口氣 不斷追上來 只有小米可以有一點威脅 旁邊那隻雄韻發財 即是不要混亂,雄韻精彩 都是紅運 騎進其實都是過不了他的 那你再對比回 雄韻發財再出贏 美麗寶寶是入了位置 劍烈鋒落巴也入了位置 那你小米周明晚就出 不知道他可不可以灌注 但是這場的賽事水準應該不差 絕對是高水準賽事 可以回來 這些高水準賽事 馬匹實力就不懷疑 純粹在考慮他究竟 負綁加了分 馬究竟是否受不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羅富全 其實跟蔡漢的圖案差不多 他們都是連珠爆發 用得當然盡用 他比較厲害 因為他拿著手馬比較舊 你看看很多 蓮馬斯都會省著來洗 他又不是的 全入 因為要省靈招牌 現在靈到爆發了 這些東西 但是用得盡用 用完之後 就可以換了 所以 蓮馬斯的想法 都可以想一想的 但是最重要是演出救中心 這隻馬是今季當打的 未用盡之前 一直都要追下去 次選 就應該要考慮他 至於其他馬方面 都是選擇一些 有同情賽職 表現中心的馬 所以選擇下去 就選擇三號的勝利仔 這隻馬相當中心 好像前季到現在 打踏十一場 全部都入三甲 養到這些馬 是開心得不得了 相當開心 快活骨也行 還會贏 沙田也行 你去哪個馬場 都可以捧自己的馬 相當開心 最重要就是 馬物亦都開心 買這些馬 只要你做 買QP也好 買PACE也好 只要每次都收錢 又不需要太 想太多狡猾的東西 因為每次出賽 都給你看 所以這些馬 真的相當可愛 我們看看 上一場 沙田如何贏 好嗎 好 這隻就是勝利仔 再數一下隔離輪舍 這隻是黑色衫 是閃電王 前面是綠色境區 隔離是英榮神湧 外面是華麗再現 和蓮花巨星 前面有隻安全的貼欄 就是劍列峰 沙田的1800米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跑快活谷 我覺得更加忠心 這場大家最擔心的是什麼 安上人是潘明輝 這隻馬是不容易騎出後勁 究竟他可否交出英有水準呢 所以他臨場就2.8倍都移飛 移飛到3點幾倍 正常一般配 建習生多數都落飛 你又反過來說 原本28元應該大家對他信心都很大 最後可能某些人對某些馬 很有信心 一拳就打在其他馬 但其實你反過來 如果你說潘明輝 其後勁不好的三十多元 信心都是來自公眾 最後被人打上去 我想大家對他上季尾的潘明輝 他的信心都很大 我想加上這隻馬 本身也真是忠心 看看他怎樣跑 是的 這場是三田賽事 他也是拉了出去 在外面就騎了 安上人潘明輝 始終這隻馬是有一點點冷性的 不是你這麼快就能夠握住 他握住了 我想也要去到8.23米才握住 這裡開始握住了 換了腳 然後這隻馬追勢相當好 終點前 其實基本上那隻綠色勁區 已經走掉了 他也追到 這段喘勁相當可觀 值得一提 跑來三那隻就是華麗賽宴 再出也是有第二名的 這場的1800米水準是高的 好可以回來 所以現在我想都成為業滿 合理業滿 但始終他也是今季 休息一段時間再出 有甚麼變化大家都不知道 中芯這件事是真的 始終在快活谷對過的包裝騎士 達羅蘇 全部都是輸不多過一個頭 這份賽職在三班 絕對夠容有餘 所以你怎樣買Q 買為Q 一定要兼顧這些馬 到最後 配腳方面也要選擇保險腳 莫雷拉加蔡日漢的組合 就是這個紅運精彩 因為他這個路程也接近 因為剛才我們也看過片 招多福那場 他都不是輸得很遠 對 再出就保重贏馬 一來就反映了招多福 即是他的實力是強 二來也反映了這隻紅運精彩 是倒極的 亦都是 這個馬房 一有狀態有成績 就連珠爆發 所以他休息也是十多天 又立即贏完馬 之後就立即再出來跑 我們先看看他贏泥地那場 好這場是泥地全野賽 這隻是紅運精彩 旁邊有隻刀靈明珠 貼爛有隻牛精厲害 安上人都是莫雷拉 看看大外當這隻就威力熱流 是的 紅運精彩 在莫雷拉跨下 大家發揮就不需要懷疑 這隻馬跑這個路程 純粹和它鬥韌 末段都是一步一步一步地撐上來 唯一好處就是 他也不是那些放頭馬 他也是守一些二三位 就和你擠一個馬位 看看你追不追到 都說了這個路程 這個場地和跑道 就不適合放頭馬 他這次排一檔 又是莫雷拉 很明顯就會守博士 末段就會擠出來鬥韌 莫雷拉跟你鬥韌 絕對是值得順難 可以回來 這些馬其實就和太金剛差不多 他贏就要對手追不到 可能就很難 但是你莫雷拉由頭站到尾 跟你鬥韌 基本上莫雷拉就一定做得到 加上蔡若翰保養這些馬出色 那麼短時間再來 當然想趁他用盡一時 所以這隻馬連一檔這個機會 在這裏 配腳也是要拖 那也對 起碼排個檔也好 騎師也贏了 還有我經常覺得 9月10月阿塞 成績一般的 這隻紅運精彩和手影 都已經交到一些表現 我就覺得這些馬 有狀態的時候 他會慢慢慢慢去到頂為止 是的 都是先頭部隊 都是用到可能季中就沒有了 所以這些盡用的 你都是一路要追下去 好 看看你這場的推介是甚麼 第七場 優先考慮就是10號的招多福 其他配角方面 可以考慮2號的紅運精彩 3號的勝利仔 和4號的慣勝共贏 可以回來 好了 今集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你說的那隻太金剛 星期日又報名 就是蔡若翰一貫的做法 好了 我們有沒有補充 我沒有補充 沒有補充不要緊 星期日 有三場的國際二級賽 是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的羽賽 很多好馬跑 幸運如意 明月千里 可以說的那些名字 都應該在那裡了 沒錯 但同日也有些泥地賽事 草地始終跑的基數比較少 你研究跑道偏差就會變少 還有跑B跑道 我們星期五或者星期六 再跟大家說一下星期日的賽事 今次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 你會讓我上位 真心補得輸 喂喂 師父 快點來參加啦 快點來參加啦